看什么看呢 又没有多少钱面去 给你看个够啊 妹妹 我这是出租车不是私家车 你把脚撞起来 我脚就放这怎么了 像你这种级别的司机啊 这辈子可能都没见过我 这种级别的大美女 别责了便宜还卖官 这也能算美女 随便从追我的女人里面拉出来两个 也比你们两个强 不是你脚上这味 我害怕影响我下一位乘客 哎你胡说什么呢 我闺蜜看你开车辛苦 这你长点前那你还倒不乐意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美女坐你的车呢 是你的荣幸 好好开你的车 到了 哎哎呀没事 别耽误相亲 哎呦还挺巧我也去相亲 不过就你这种人 谁会相容他呢 就是啊 我看你啊还是别浪费谁的 回去好好拉拉活赚点钱吧 休息晚上来洗脚成我还能伺候 相亲啊 你就别想了 什么这边 伤心还在脸的里面 你什么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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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叫陆明 今年28岁 初中文化职业呢是出租车四季 每个月能赚7000块钱 无事无妨 你再也没有别的不养事 啊 其实他这个人 我叫陆明 这是我姐 陆婉 今年27岁 她可是麻省女工 金手系 商管理型双国之人 年输入呢 你哪可以吧 我姐呢 有缺有缺 重视没男人 你呢 刚好不怕互 怎么了 要不要考虑 他结婚啊 这 那你们对我还有没有别的其他要求 那你说说看 我跟你结婚 跟我结婚的话 我每个月能赚十千块 我可以上交 六千块给你 对了 家务啊 全交给我来做就行了 接着就行了 笑什么 对不起啊 多多跟你说了 我姐理想中的男人 是身价外人的 你 世界上最年轻的天才手 可不是你这种鼓动人 认错人 这不就是二号桌吗 你看清楚啊 这也是VIP专座 你要找到二号桌 那在那边 不好意思 认错人啊 抱歉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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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笑我 你和那些進場你螺絲送外貌 有什麼區別 就是一個開出租車的 沒有兩個同事 真是個小 我自己也不過就是 洗腳成的架三流貨車 還在這搞成職業騎士 我就是看不清你這種工資低的 幾層職業 我這一個包能買你幾個月 你買的起嗎 就這種包我說買就買 現在這年頭 是誰還買的起包 像你這種人 他出來相親 誰會嫁給你 我嫁 喲 兔兆斯 在哪兒找的願意 你如果願意跟我結婚的話 現在就跟我去 四妹 這丑司機在哪兒找的你呢 長得 還怪好看的 你是包天啊 還是包月兒啊 我哎 落上村 你們這對狗 給我等著 你不是說你的那暗戀對象 是世界先才首富嗎 啊 嗯 這 這麼假的 我呢 你一定要答應爺爺一件事 三年前 有一個人 他救了我一命 他心目 這半塊玉佩 這半塊玉佩 你一定要收好 另一塊 在他身上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教會他 想盡辦法 讓他娶你 因為 因為他的真實生 爺爺 哎呀 看你是誤會了 我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 這是今晚京海名流婚會的邀請 裡面的人物個個都是身價 擺 如果你認識的話會對你有幫助 哎 這北京總督青湖拜見主人 多了多什麼 不要這麼身世好大的來找我 你這樣我怎麼過普通人的生活啊 屬下已經跟華國這邊社交過了 您在華國的萬譽資產 已經被全部解放 好了這事我知道 要是沒什麼別的事的話 趕緊走吧 那記住啊 千萬別包了我身份 是 哎 對了 幫我準備一份 給金海慕婉集團的天意合同 還有九百九十九十黃金 等到晚上的時候 給我送到金海名流婚會 明白 既然成了我老婆 我才贏 媽 我回來了 哎你怎麼樣 相機相當怎麼樣啊 別提了 那女的呀 就是個勢力啊 人家 根本都看不上 你呀你都像了二十幾次親了 你要是再找不到女朋友 我就得給你洗一輩子湊一些臭褲子 走走走走走 哎哎呀 媽你幹什麼 我沒有你這樣的兒子 我就是想 你看樓上的女主播 27歲連生了三胎 你看人家大兩歲 跟女朋友都沒有 你害不害臊啊 這 這也不能關 倩儒 你這年齡也不是 你弟弟啊 相親這麼多次都沒有成功 你倆也沒有血緣關係 要不然 你們倆撮謀撮謀 結婚 是我 我啊 什麼可以打你 就是你 相親不成 還敢罵我女兒 你這什麼東西 這麼多你女兒不簡單的 原來 有個跟他一模一樣的媽 羞辱我女兒就算了 他就羞辱我 明明是你女兒 你能怪誰啊 得了吧 咱倆相親我沒看上你 你就連和另一個女人欺負我 你甚至是男人呢 算 你也不撒旁尿照著鏡子 就你這樣子 還值得我特意找人情 啊 明明是人家自己看不下去了 你不出口氣而已 還敢罵我妹妹啊 我看你真是活膩 你真是活膩 天家 你誤會了 這兩個孩子呀 就是在氣頭上多辦了幾句鬼 這年輕人呀 哪能不吵架的 我們呀 剛才在家 正在商量孩子們 不論嫁的事情 你看我兒子未婚 你女兒未嫁 要不 咱們 再一起商量一下 兩個孩子的回事 好啊 你兒子看著我姑娘是吧 嗯 才里八十八萬 八十八萬 你這是 下的 你什麼 聽說什麼 這八十八萬才禮 確實也太多了 你看 我們都少一點不行啊 八十八萬的才禮一何 啊 還有這個黃紅的壹回事 必須給我配套提籤 我總不能讓我妹妹 這樣子過去 如果你們這月結婚 我會給我弟弟出風名的手 這個放心 要不這樣你呢 有废的 我們家就給你弟弟少五萬塊 一晚上萬塊 這個家是故事 哎呀拿這個方式 要是碰到了不該碰的地方 我倒你的手 我好怕怕呀 哎呀這麼厲害 如果給我兒子當小三 再給我家生一個兒子 你弟弟的彩禮 可以給你們撿一半 要是真的想和我結婚呢 也不是不行 結婚後你賺到所有錢都要給我 婚房嘛 月供你們才管 我是一分 這裡 我呢 要求您不高 一定要百十來萬的分池車就行了 啊 那要不要我要你們全家來 這個是你說的 婚宴酒席呢 不能低於一百萬 至於蜜月嘛 這要去哪兒呢 就你這樣 三流的二手貨 你說什麼呢 這個窮兵怎麼說話呢 你也不想想 媽一個高學員 你姐一個服務員 我去到我們家縫鄉 我們家做什麼 我得吃到清爺呢 這樣的服務費 我們家可承受不起 我告訴你 我妹妹明天可需要 人家精神 平留峰會 那到時候認識的 可都是身體千萬億的大 可不是你這個 平靠四個團長 隨便 反正 我退行結婚了 像 他這樣 哎 出聲出聲 陸明 你什麼時候結婚了 得了吧 一個臭開出租的 誰能看著他呀 幸不幸有你 反正我老子 比你好看 比你有錢 還支出大 溫柔貌 我呢 雖然是一個出租車司機 但是 我在八國 上萬 你什麼時候 哎哎哎 醒醒啊 你這大白天的 怎麼就做開白日夢啊 身價千萬 你怎麼不說你的世界首富 老太太 你兒子窮瘋了吧 啊 就這樣還能去開租租車 這腦子全跟著弦 在社會上坐還不夠揪人呢 陸明 你說什麼胡話呢 媽我沒胡說 本來呀 還將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處 沒想到卻遭到了我們的臭屈 好啊 我不裝了 我就是世界首富 我攤牌了 就你 世界首富 我看你是腦袋裡裝大便 本來腦袋都是屎吧 秋葵 別踩著 哎 是我淡付八國的事想太久了 沒人認識 秋葵 三天之後 被我回歸夜 吹完牛逼了 哎呀 真是笑死了 你以為在拍電影啊 啊 你一個八十八萬彩禮都拿不出來的人 還在 你要是有意願 老子跪下來給你全家康 八十八萬的彩禮錢在我眼裡只是皮毛啊 明天的明明峰峰會上 我會給我老婆可悔天價 你這個窮小子 這樣一次窮成這個樣子 他天價才能 終於有錢 你要真的沒有 會將了二十多次心動腸嗎 我知道 你招有錢呢 無福就是為了女生的管 但是要是明天硬裝 這挺傻逼的 明天的明明峰峰會 你們也會知道 到時候 你們就知道了 任明啊 別再逞強了 別再讓人家說你了好不好 你如果不想結婚 咱就不解了啊 媽姐 你們相信我 明天 我會讓這群人的薪資給你 好 明明峰峰會等你 我看看一個開抽中的抽筆 誰要是 走 我 嗯 好好 我們馬上過去 兒子呀 我和你姐 晚上還有一個堅持要去做 你呀 就別再鬧事 畢竟啊 給你相親這些 都是零去接受的 知道了媽 你們快去吧 鍋裡還有中午 剩下的飯啊 你對付一次 知道了吧 喂 明天名流峰會 我會派人去接你 你可不能再穿司機衣服 放心吧 明天我一定會去 哎 那也不是你出租車司機他媽嗎 他怎麼敢動山本少爺的位置啊 啊 正大你給我眼給我炒炒看看 你動的是誰的位置啊 山本少爺的位置是早就布置好的 你怎麼敢隨便亂動 山本少爺可是高貴的鍋鍋廢 打亂了他的部署 對得起嗎 對不起對不起 我只是按照順序每個都擦一遍 我沒想到弄別人的東西 你更好 來 給我看看 把人弄髒了 我我我這就去把找他麻布擦乾淨了 什麼麻布 你來不及了你 給我把你弄乾淨的 出手 你幹什麼 我以為誰呢 原來是個連彩禮都給的 天價彩禮 哎呀 一個賣三十個人 還讓自己老媽在這看 說 說了會吹牛 你們三個立馬給我媽道歉 道歉 給這保鑑員呢 我呸 你 你是 在這裡鬧事好不好 好 今天這三條稿 必須讓他們 兩個窮逼 哪來的臉上 隨上 就是他們兩個集會 弄髒了山本上一個專副 他們還要打人家 感動老子的女人 想死是吧 服務員 你好先生 有什麼需要方便的嗎 把這兩個人 給老子趕出去 不明 媽 姐 這是 孫上 這個服務員 就是這個窮鬼的姐姐 也是那個保鑑員的女 這樣 都是一家 哦 一個保鑑員 一個 真不愧是一家人 先生 如果我的家人有做的不對的地方 我帶他們 叫您道歉 道歉 你知道你那個窮鬼死他 他弄髒了山本少爺的專做 道歉有什麼用啊 給賠錢 是這把椅子是嗎 我來給您換一把 怪不得 只配做服務員呢 你知道這個椅子有多重要嗎 山本少爺今天沒地方坐 就怪你這個媽媽把凳子給我擦髒了 那三個一個一個 給我淺乾淨 你敢拔我 屁把破椅子而已 即便他是那個渦國人的穿索 又能做 難不成這把椅子渦國人做了之後 就變得金貴了 我們這身子不是 重陽媚外想討好的渦國人 就自己去 重陽媚外 你知道山本少爺何處 能跟這樣探入合作 我們姬海素人的臉 你們現在一家人把這個椅子 對他說我不高興了取消了合作議員 你們擔待了請 大家說是不是 就是 我們華國隊在四方來做向外 何來尊貴沒建議說 你們在座的這些人能不能把腰杆都挺直啊 你們要像這些人 像屍裡爬外的去討好一個窩 廢不壞啊 你們一家子要是還想拙命 就趕緊把椅子填乾淨 別弄髒了山本少爺的衣服 嗯 這把衣服 怎麼 看了 啊 不明那個沃國人既然怕弄髒他的衣服 好啊 要不讓他站著你叫 你讓他跪在這兒 人家就算了 我告訴你那八十八萬的裁體 隨時都打得出來 但是我告訴你 我不會給你這款式 一分級 你給老子廢話吧 我勸你們一家人趕快把這椅子收拾乾淨 別讓山本大人男子千塊 山本少爺 我勸你一家人 這也會完蛋 我的作為呢 山本少爺 就是這個身份卑微的下女人 剛剛踢翻了您的位置 還說要你把跪下來 山本少爺 這可不關我們的事 這小子把你的椅子踢翻了 哼 現在我教訓他 他還不服 山本少爺 是耽搁著您的大事 理由呢 叫他們賠錢 他們別我寫 只要你一聲令下 我勸可罷了他們的公主 哎 不用 把人再背上一張就是 沒必要跟這一群臭臭 可浪費時間 不會是山本少爺 這窩果人的體質 就是比我們華國人要好 怎麼有個酸臭 來人 你用水 臭味膜洗乾淨 啊 現在 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要怪就怪你這個寶爺媽媽 一神的酸臭 我呢 我有點 這個問道 我們不讓我打背 陸明 和你姐先走吧 我們不想在這呆了 啊 不用 我現在就讓他給你自己 聽到沒有 我沒有對你動手 你不要一次又一次踩我的筆 你一個連彩禮都拿不在的筆 還想上 妹妹你說 他當時吹牛的時候 沒想到會這麼下不來他 拿不出彩禮的狗東西 我該 廢話 來人 我臭口 我看誰敢弄他 啊 李小姐壓就出場 只是讓我等了好長時間呀 山本先生 請為你剛剛的民謀行為 向他們道歉 這不是那天 這個瓊嘴都打我的天 他怎麼不在這 李小姐 原來他們是你的人 真是不好意思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待會會給他 我在此之前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得告訴我 山本少爺 送回歸院 邀請韓一張 金條石根 實以合同一份 希望與穆娃小姐 諸聯閉合 喜劫連禮 山本少爺 果然是好大的少爺 隨便一出手都這麼多 咱們要是能穿上山本少爺 八十萬的彩禮 算個屁啊 我告訴你 你們轟房轟车呀 有著落呢 山本 你這是什麼 李小姐 在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我喜歡上的 尊學的 就只有給你 這份合作的東西 是一個螢幕 已經跟我們山本 才常有合作 而和我們山本 才常合作 在英國華國 可是一件非常有片子的事情 沒有讓你一下 也不要著急拒絕 主席 考慮一下 不好意思 山本少爺 我已經結婚了 什麼 這是誰啊 敢這麼拒絕山本少爺 這不是打他的臉嗎 這可是金還是這個龍頭體驗 我忘記 李總這麼漂亮 天荒這麼糟 這好是能不能讓玩的一聲 媽 他好像就是我上次跟您說 鄉親會打我的那個 這可是金還是大 李小姐 你可別開玩笑 我來華國之前已經派人調查 你根本不可能性 我沒開玩笑 今天剛臉的症 當著我的面 挖我的腔腳 不快 什麼 李木馬結婚對象 居然是這些 他不是開玩笑 什麼 我名字沒騙了 他真的 哎 媽 那這什麼媽 這個還是租的 好像真和李總結婚了 之前的 現在怎麼辦呢 沒事 咱們不是一個山本少爺 他還是窩子 在咱們華國 有無數的特權 只要咱們支持山本少爺 打開出租的小子呀 他就不敢亂來 對呀 我看這個山本少爺 就很喜歡你做 那我們要是幫助把山本少爺 咱們就進山 說好不干涉對方收租 他都當著我的面子 回來再不站出來 他都算是個男人 一個窮鬼 這開出租的 十年賺的 都頂不上山本先生的一頓晚見 你哪兒的膽子 敢跟山本集團小小 一個開出租的 一個保健員 一個服務員 一群下面見你 竟敢跟 登櫃子山本少爺 搶你 是不是忘了中午吹鼓鼻了呀 不是說要拿天賤彩禮來 查我們的臉的嗎 彩禮 再打是不是油皮 在天上還沒下來 一知重陽沒外 彩禮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你打個電話去 還怎麼被牛逼呢 那你倒是打呀 十秒鐘之內 把彩禮送回來 你們華國人就是 十年前窮的時候就是這個 現在經濟發展起來了 那現在還是這麼安心 陸明 你現在丟的就是我們整個華國人 趕緊跪下人道歉 讓山本集 潛上去我們華國人 丟 一個開出租的還去拿彩禮 真好笑 夠了 你在征宮吃做什麼 你要再胡鬧了 幾乎受不了他 我可不 麻煩你放心 這不是征宮 還理他 你哪來就是 我實在是客人 來人 我趕出去 京海市首富 雲海先生道 為李穆碗小姐送上 穆碗敵團千億合同一份 金條九百九十九根 星辰之類項鍊一條 祝李小姐 喜劍良緣 怎麼真把財經拿來了 有賣給金條 還有千億合同 是不是把身分手的屁股 狠狠的活他嗎 只有你給我們 我們是不是這輩子都花不完呀 都管你 租好的妹妹 那豪車從我眼睛的一下子 我哪知道呀 他就是個開衝租的 我要知道他這麼有錢 他打死我 快速我也不能走啊 不可能 他那麼小 這些你絕對不 那你說 這 雖然 你沒什麼時候 真有錢 那 看來他並沒有騙我 不會 我送的這幾家禮物 每一站 我比你貴上百倍 啊 上了現場 上了現場 你貴為上本集團的少爺 在默默帶著 你們跑到我們華國 這個小地方來嘞 我此次受邀 來參加你們 我想著 我們三本財團 能給你們法國 投資的千八百億嗎 沒想到 我一來 這個 這工人物 我 很失望 生氣 你們 都給我運好了 現在立刻馬上 少爺跪 落頭刀前 我不 因為是你要給我解剖的財力 現在你比出了 還叫人來幫忙 真是對我三本集團 你這個小丫頭 哪是眼睛看到 三本少爺 還聽了呢 這財力一定就是我寫 看著讓我 王中醫生 讓我來營營公會 為 李莫王小姐 送出天假財品 又不可告訴我 當事人的名義 說是受人之貨 搞得這麼深 你一小子出手 這麼做 這真是 不是三本少爺 還不是 你們都聽好 這貴重的彩禮就是三本少爺 命令我送來的 那你這便宜節目 有什麼關係 什麼 這不信給我 真不是他送的 哈哈哈哈 他一個出租車司機 怎麼可能拿得出來 如此貴重的彩禮啊 啊 就算你再起司妙行 這種事 也落不到他身上 又挺值得我今天要向李小姐提起 這應該是他替我準備的吧 畢竟拿下了筆錄外 就等於拿下了木門 沒錯 這些彩禮 都是我 沒想到你這個沃國人這麼不知 還有你 身為金海首富 既然為了你一個鱷魚奉承沃國人 你就不怕到提起 你啊 得了吧 你還有臉 跟我們三本少爺和金海首富說話 就是 我們華國 和山本財團的利益關系 要是因為你而受罪 你擔得起這個責任 小子 你還敢威脅雲海先生的致力 雲海先生的背後 可是華國首富王多瑜先生 他的身價4錢 他隨便跺一跺腳 整個金海都得震盛一致 姐 你倒是幫姐夫說幾句話呀 他現在得罪的可是整個金海的權貴 還差點惹到首富王多瑜 讓他吃吃虧也好 那要是這些財禮 都是姐夫送的呢 我看他剛剛的反應 一向是假的 這根本就不可 他的底細我全知道 確實是一個出擊車司機 不可能有這麼多資質 你這個臭 還不貴 道歉 那我要是不貴的 山本先生啊 您是最尊貴的山本先生 能不能這麼輕易就把這小子 按道理來說 我這小子應該磕十個小頭 才能配得上您最高貴的王是誰 你一個不知好歹的臭司機 山本先生 出發 我撐 我告訴你 現在比老虎也磕十個小頭 都逼我 你們這群倭國人的走狗 對 根本都是我照的 你動一下事實 王總元 我給你十分鐘時間 來名流峰會 請你前世 我王總的全名也是你揹角 王總可是華國的首富 他留下來的一滴汗動人爭得去 這種層次的人 能認識你呀小子 你真是什麼逼都敢裝 真是找死 趙司機 你硬裝什麼呀 你那點可憐又卑微的自尊心 就這麼脆弱 信什麼山 雷 來找我呀 你今天敢動我 我身後站的是我國的山本少爺 他就會把你丟到香江位月 雲海先生 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是我家陸名太衝動了 我替他 給您和山本少爺道歉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這不是道不道歉的回事 而是需要異性 磕頭 那我替他磕 啊 公明啊 你快走 快走 這些大人 不是能惹人情啊 別允許你走了 嗯 剛才 不是要和我動手 來呀 打一架呀 別看別人 說的就是 山本先生 是山本集團培養的未來集團 從小就精通當劍 更是全世界的五大冠軍 你 真的 是 是 山本少爺 你看 我已經替您教訓他了 你就犯過他吧 瞧得媽的 這成年人犯罪 要自己承擔後 你 去 下次見 你剛才不是說 讓王多瑜先生 過來清理門戶 人現在在哪啊 雲海先生 我弟 怎麼都跟您開玩笑的 您可千萬別當真啊 媽 你們不用這樣了 你快閉嘴 你還嫌你忍受不夠大是嗎 什麼先生 真的如此低等下 你們見面 哪有得著尊貴的您 親自動手 這不是遭到您的手嗎 還是讓我帶來的手下 就把他解決了 來人 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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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呦 王總 您怎麼 我得吃力爬外 來 我不是這個 你不認識這小子 也不知道是他運氣好 還是他真有本事 我感覺這次好像是真的 他 哪來這麼好的運氣 你認識美女又認識不好 我 看不到 有臉幫我 為什麼 你給我聽好了 雷金天氣 雷下所有的雷尚牆 別讓我的鏡頭再看 我 還滾 我 我幫助 我做錯了什麼 你能這麼對我 我讓你幹什麼了 你自己做錯了什麼心理沒點心 那心理 那位世界天災神 為了保護 再去 身為華華人 良心無畏 真 真是露達人送的吧 怎麼會是露達人送的 怎麼會是露達人送的 王先生 小雅當年 我呢 是山本 管理 帶我華 事 又要決定 王先生 你確定 要因爲區區一隻老鼠 破壞了 我們山本財團 和華國的關係 也配 今天送信你子 就算是天啊 王先生 據我所知 你們那位陸大人 已經遠離紛爭很久了 我 可是堂堂的山本家族少爺 不遠千里 來到你們這種華國蛋 不尊重我也就罵了 還給我的呢 天災力就算了 在我們華國還這麼小家 我們之前那麼尊重你 現在這麼侮辱我們 什麼意思 你們這種華國志狗也配得到尊重啊 高 我 但這跟你們說話 已經是你們的胡飯 我呸 高眼看人低的東西 你們那個國家還沒有我們一個手的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們笑著 給你點點 你還亮起來是嗎 山本 不許你汪辱我華國人 道歉 林小姐 我呢 只是因為你整個比較漂亮 所以才開始 才給你這麼一個 加入我們王室的 你可不要給我 不要 我可是你們 華國的 我國人 你們這些人 不知道 我在你們華國可享有很多特徵 讓 讓 你們華國人 你們華國人 不是一直以自己的國家 而驕傲 你們在座的 來 站 證明一下你們自己不是 如果沒有 就別在這邊給我跳來跳去 如果你們能擊敗我 我呢 就立刻給你們倒進 要是不 就趕緊回家 因為我就一個目 要 要 每個 什麼 你們剛才不是底群星星 山本少爺呢 你們要是想逼他認錯 就去欺負他吧 喂 他出租那個 你不是 一直想要挑戰上面是嗎 現在機會來了 是啊 你們這麼希望你一個魔國界 給我打工 打工 山本少爺一拳能打死你啊 你看到這樣跟華國人罵得起無完膚了 還這麼重陽妹妹的討好他跪欠他 你們身為一個華國人的覺悟呢 哪條法律規定 我們不能 幫助我國人 就是 山本先生那麼有錢 隨便一出手 就是您廢似的 我們憑什麼不能討好他呀 你們華國人 就只會吹牛嗎 我在這站了這麼久 居然 沒有一個人敢上來挑戰 啊 來華國欺負人 老子打我看看你有什麼本事 是 老子打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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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華國人 就是民主其是東亞共修 受惡惡 玩到這口惡心 就要這麼突然 你瘋了嗎你 你沒看上去的人都打敗了 你上去能幹什麼呢 我身上留的是華國人心 別的事情都可以身上氣氛 但是他侮辱我爸 這件事 我身上留的是華國人心 絕不如常 放心了兒子 放心吧 把人都撤走了 這的話 我們自然有我們的喜福 一日是否同權對於道歉 看他不愛學生 你明明知道我是刀劍天子 還讓我用刀 你們這卑劍華國人 還真是寶王最大的 我們華國乃是禮儀之王 向來以德夫人以禮交換 你們這種蠻衣 當著我們對你們以禮相待 處處挑戰我們的野心 一百年前 犯我國門 犯我國門如我國土的是你們 你們 到現在 利用客群處處作為作福的還是你們 什麼 如我華國 我必住你 沒有華國人走不去 只要你一盆人 去世紀 真大 打不過 來 消失小卷 你都快如神殿 全主手 空手皆為人 怎麼回事 山門先生竟然打不過他 大師父 打不過他 搞成的 他 搞成的我國人 幹他 五華國主 必住之 姐夫幹的真漂亮 你真是俗 敢這麼欺負生 小子 太年輕了 找到你 能否收到這個你 還請這我國人說話 你的骨頭是沒有多現 你小子能打有用嗎 不來換講究的是獅子 一個只會用蠻力的窮國人 這次這麼欺負山本少 山本少爺是真正的貴族 你一個卑鄉的國人 憑什麼這麼對的 趕緊把腳拿下來 山本少爺 你別忘了你腳下踩的是華國的徒弟 山本少爺是頂級的貴族 在華國就是有無上的權利 無數人追跑 你再一次 我就把你發到網上 讓所有人烹逼你 只是一根會拳腳功夫的屁股 其次見人 他是追發到網上網絡自己 你憑什麼會覺得那些網友去踢他 就聽他是山本少爺 隨隨便便就是幾個億的流水 網上那幫瓊逼賤民 自然就會追捧啊 你才是個賤民 你這個走狗叛奸 靖海怎麼養出你這麼個壞的 日明 你精神的表現 你是屬於一個人 待下一次出風口之前 你分手 今天這些事情 我讓你聽你口罩 看你今天這份樣子 讓你下個球要進去哪裡 但是你給我劇毒 你以後要是再去 你 陸大人在報復手 讓你怕是不知道吧 石像兩趕緊 回去看你的破竹 那萬一 他就是你們 你不就是陸他的 什麼 哈哈 當然是假的 我就是 活躍活躍氣喉 我只是替陸大人 送聘禮的一個小招臟 其他的 你不說 我就說 這個四角色都不能是陸大人 陸大人 過兩天 我 你早就練了我 還是個初四季 過了就有幾天了 紅包 陸大人 您為何不讓我跨入您身份 過幾天就是我的回規夜了 我想趁著這幾天生態還沒報 好歹考察一下 我這是 明白了 我一定幫你保守秘密 曾經這麼多 怎麼沒說到我 隨便找一間住室 這個 尼密 不是 überhaupt 你 是 你 是不是 是 你 呃老婆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在裡頭 那我回來怎麼都算是 我回自己家還要給你報備啊 我以後男人就是狂的 老婆 老婆你怎麼啦老婆 說話就進來了老婆 老婆 你怎麼了 我 我的衣服是你給我換嗎 除了我還能有誰 把我的牧師了 生生生生 哎不過 那一度換了還什麼都沒看呢 不能不死 哎既然醒了吃點東西嗎 你這都能喝 你之所以拖暈過去 就是因為你平常這山根海味吃多了 得了極性腸胃炎 這以後跟了我呀 多吃這粗茶淡飯 老闆 我還在吃飯 趕緊啊 好像 還從來沒有人這麼細心的對我好呢 嗯 還挺好喝的 那當然了我做的能不好吃嗎 我告訴你 當時就是有一位英國的王氏公主 吃了我做的飯 哎那酷就很真心 啊 你就吹吧 英國的公主要是想嫁給你 你現在還是出租車司機呢 我這是 心血來潮體驗生活 跟你一樣山上海也吃多了 不過 現在就想過一過平常的日子 說你胖你還裝上哎 咱們兩個都已經結婚完了 什麼時候你去做家長啊 我最近沒時間 我的行程都排到下線上 你去看 什麼 十個億的合同 因為青幫能干擾導致延欺 亲 sto 對呀 我跟你說這個幹怎麼 你又知道青崩是 算了 我還是親自去wide t 那 要不 咱們也再打個 得 要是我能幫你搞定這十個億的合同 上 你在说什么大话 青帮是整个华国的地下组织 青海的青帮更是无人敢惹 连我都没有办法 你拿什么解决 又用你那三脚猫功夫吗 那你就说赌不赌吧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帮我解决这十个亿的合同 我不但跟你去见家长 并且你还能成为孟晚集团的副总裁 但是 如果你解决不了 你就要答应我 以后不要总说大话 你现在怎么办 这也是什么方法 吓死 一言为六 四五五五七八七八九十 你们老板呢 我是林氏集团的林若曦 来跟他谈谈云惠谷的事情 美女 你这要求我没办法答应你 我们老板有规矩 什么规矩 只要是美女想要见到他 必须得拖风去 哈哈 我拿到这边 你不敢做我的人 敢做你的人 别说是你的人 就连你 我们也找破衣服啊 让开我 哈哈哈哈 走走点 你们放开我 让哥看看你这小嘴 厌不厌的下去 哈哈哈哈 四十 小嘴 这个是 大白金匹不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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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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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光了 老子點的妞呢 剛打老子的人 打的就是 你吧 施研所 人會鼓將不開發學員是你從李慕吻的 媽 還來是靈子 你看李慕吻不是什麼的 你想多了 他們不玩集團你就開了十個 我林若欣再加十個 二十 二十個億夠拿下這盆地 你應該是不在搶生地 那林總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老 從來 人會鼓這塊地坑 你想拿他的牽扎金錢 只要 育有睡 花兒要付多資訊都平息 你媽給你來吃 好好好 好好好 想起 沒有趕著開發團你是一位 不要 沒有 沒有 我來來走一下 這塊地呢 說得 說得從他手裡搶走 我今天來啊 就是像這塊地坑 你妹 能不能 生 好歹是他媽的驚海第一美人 你把嘴 我給你 難不成 是李慕吻的老公嗎 嗯 怎麼了 你想 哈哈哈哈 李慕吻什麼時候找的你 啊 啊 再說了 李慕吻自己都拿我什麼辦法都沒有 就憑你 你想逞强 來人 人呐 他都死光了 高興了 哎 是不是 都幹了些什麼 你別幹 就是 看那個無心打采的 這樣幹 小白的 是老子小看了你啊 既然能一個人放到他 看來你確實有資格 那就這樣 我給你一個機會 只要你能打倒我 雲慧跟他全部隨意出生 啊 樂樂 小心點 試著試著不有數 你不解釋 啊 啊 我 不解釋 你不解釋 他 就算他能打 那哪是青光隨手的對手啊 人家可是不屬高屬 那一拳的力量是哪一個普通人能承受得了的嗎 這個女朋友 就這麼愛 姐那現在怎麼辦呀 還等什麼呀 趕緊去找他攔助他 你 古武术练的不错吧 但你要是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你啊 可以自信 连古武术高手是练蛇都能清楚 你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有天天高手的实验 别废话了 按照刚刚说的 把车让钱给我 你小张可不行 妈能打有个屁用 纵横经还这么多年 还不是一样被人当鬼 钱才知道 轻易话的意思是 人心话 推 又会有小夫亲手花出来的 不知道费了多少信心 用了多少手呢才拿到手 行人让我给你做价一分都没有 王总你终于来了 来了 这连惠果的上面就要是芒果 谁给你那胆子赶紧穆碗就算他下午 这 王总怎么会帮你穆碗说话 你不知道是因为他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陆先生配合去 我凭什么给他了 我凭什么给他了 你放肆 这我是陆总是一个小白脸 那你算什么 多年来我想他一条狗吗 也是你会管理 我去找我了 再会刺我和陆先生 挂的一部分考试的 陆先生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陆先生 陆先生 去水果啊 刚刚那一位小长把货在这拿去了 正好跟个哈巴狗一样 靠什么靠 你没听说过有句话叫 实时不折为俊杰吗 可别瞧不起我 你刚才打我那招 真的是太帅了 你会想教教我 我现在不再出个底子 也挺好的啊 再说 先喝酒 来 李大姐 先飞 你老婆 他怎么会和陆我续戴的眼前 身材比我差点 但长相确实不紧 传闻他跟我独肃几肃泡 确实不紧 老婆 你老婆 是我打扰你肚子 这个 烫草好吃cus是不超越不错 我 一个 你這老公還真是你 謝謝 你們到底背著我都幹了 想知道啊 你把會補開發全送給我 你我夢 別會補的項目 我是不可能要任何人的 哎走吧 我之前不知道您是路先生的 我跟路先生是foam 我把你當作她的él神 作風 對 所以 為了表達這個景點之心 我即刻起 讓我的手下揮出雲揮虎這個項目 就是 就這麼簡單 一個十幾億的項目 說送人就送人了 是啊 就就這麼簡單 看來我還真是叮咕你 這麼麻煩的事情 你自然輕而易舉就結束了 你笑不開 像你單是可愛 這話也是 我不信他 難道要信你去不要活 陸明 今天你解決了這麼大一個麻煩事 照理來說 你現在就是莫婉婦的副總裁了 那事情都已經辦成了 今天家長 你明天不 陸先生 你可千萬別對這女人給看 還跟你閃婚 說不定又是為了拿你當你社會上的感情 我看你這麼能幹 不如你跟我幹 我給你一年一月的年薪 閒暇時間多 還可以跟我 哈哈 李若曦 我看你今天不光想搶我的開發權 你還想搶我的人呢 我勸你最好認真 不要活 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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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壽宴 我確實是想拿你當老家 但是現在不是了 明天的壽宴我自己 你不用聽說 請見 我這樣的爸爸媽媽 這樣 明天你陪我去同學聚會 我就和你去壽宴 不過 在同學聚會上 你要以我老婆的身份 公開 這就是金海大酒店 成科金海唯一家五十里 怎麼樣 夠氣派的 真氣派呀 哎 陸明 陸明啊 聽說現在混到開出租車賺錢 開出租車怎麼辦 你想班長 那倒沒有 不過一會兒啊 唐老師也來 你混成這個樣子去見唐老師 這不是丟人嗎 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這次同學會啊 我請了許多金海名流來 個個身價上百萬 像你這種出風沒畢業出去打工的人來 這不是純粹跟我們丟臉嗎 皇少 你這種黨籍的人 跟他這種平民說什麼話呀 我們和今天會拼吧 我突然餓死我 這樣吧 這些錢啊 你夠你還一個月送車了 拿點這些錢 去外面吃點好的 實在不行找個按腳墊按按腳也行 我們這種同學會 你就別來了 有點臭錢 要不起 有點臭錢就能隨便的物理 你說對了 有錢就是要不起 看見我旁邊是會美女了嗎 五萬塊一天包的 好像包了一個月 敢想 行 你等著 這兒的大堂經理呢 眼睛瞎了吧 沒看見有人鬧事 皇少 就特地在幹嘛呀 肯定就是悄悄打聽包廂位置 放心吧 我一下口就沒請 一會兒這服務員就把他轟走了 先生 不好意思 陸先生說了 您不能給我們的酒店 趕趕緊離開吧 什麼 這臭屌子跟你說什麼了 你可別被他騙了 我可是你們酒店的白金會員 老闆呢 把老闆叫出來 不好意思 陸先生就是我們京海大酒店的 律師會成員之一 他說了 您不能進去 這 這怎麼可能 這京海大酒店和價值上億 他怎麼配 這個酒店 早就被我喊下 你現在 可以放 那不是陸先生嗎 他怎麼在這兒啊 嗯 一會兒幫我準備一下 也是 這個小朋友 來吧 明天你跟我去同學聚會 我就答應跟你去手研 這樣吧 你先進去補充飯嗎 我就處理點事 我就夠了 那你快點來啊 哎呀 孟明 今天同学聚会来了好的新朋友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孟婷 怎么把这个穷鬼带来了 你们 认识 认识 前段时间啊 和我相亲 说自己啊 是初中文化 还是个开出租的 一个月 中够七千块钱 我以为啊 哪来的说话了 没想到 是你同学们 孟明 你现在真的是一名出租车一串啊 真的假的呀 咱们班成继第一的路名 初中毕业 他能干什么呀 一件事我听说了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看来是家里太宠了 他初中毕业就是他出租车呀 在场的各位啊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一个初中毕业的穷鬼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啊 连你一个外人都能参加我的同学会 我 你 還有你們 嘴巴都給我放得乾淨 沒錯我是只有出動 但是 在我面前 千萬別搞學歷歧視和職業歧視 就說你奔怼他 還敢對我請來的客人這樣說 他不道歉 還有點見我老師 是 用你這我不懂禮貌的學神 你 公出去 我看飛天去的童孫會 就是為了討好王宋江和孫劍 我真的覺得你不回不了老師 這個事 宗師重道你到底學沒學我 你 我出去你跟我出去 就是啊 哎滾 老師您別這麼說不明 大家都有時運不計的時候 今天他來都來了 您現在讓他走這不是丟人嗎 哎呀孟天啊 我們要讓他走呀 是為了他好 你說他穿成這副樣子 來參加同學會 跟我們就錄不到一起了 再說了 這小子他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的異微還要白 這不是自討古知嗎 你說說 你長得這麼漂亮 他坐你旁邊 你不覺得丟臉嗎 孟天 還是松壽說的對 想當年初中的時候 你長得也挺漂亮 現在步入社會了 要靠你的美貌 多解釋一些大力 你比如說就像 新手這樣 沒必要幫助像陸民這樣的群鬼 難怪 難怪除了孟天之外 你們這些人一個個全部都是誰 看來都是你這個老師教的 你身為一個老師 就這樣三觀不正的教導師 還討好他這樣 你真就不怕造型 討好我走 難不成要討好你 你說說 你一個開出租車的 有什麼資格為大家的同學 沒有 要是真的 真的 看了在座的各位同學 哪個不是自己創業燈毛本 要不就是開公司的 你一個開出租車的 純酸的瓶子味兒 哎我說你不好好去開車 跑這兒愛什麼樣 要還不服氣了 好啊 那你就有點本事 把錢甩我們臉上 打我們臉嗎 好好的一頓飯被你個臭老鼠 壞了心情給老子滾出去 滾出去 趕緊滾吧 你呀 滾出去 滾出去 林總你怎麼來了 來給陸先生送你 林氏集團他為陸先生送來 三輛限量版超跑 千萬別墅一棟金條五十根 這林氏集團 怎麼會給他送這麼貴的禮物 給我的人送 我經過我的朋友 還不像副總裁我嗎 副總好 林苗 你是莫瓦集團的副總裁啊 行行行行 你看這 邀請給我擺上了 陸民堅持是職勢的一頓才 你剛剛沒聽說嗎 今天一起合了林氏大小姐林維希 送給了他五十根元 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怎麼回事啊 你小姐人所付的聘禮都拒絕了 他們會跟這個吵架 莫瓦集團 莫瓦集團被禮物一小子揣了嗎 怎麼現在沒被揣 還撥了給錢人 我也不知道 陸先生 這些禮物是為了表達上次 您對我救命之恩的感謝 還是希望您收下 林若曦 送我 你給他送 不應該經過我的 要是先讓你知道了 你還怎麼跟陸先生當著我 他勸你不要當著我 哇 陸先生人還不錯 我林若曦看上了 我 兩位美女總裁 竟然問陸妃一個人招工之錯 他真的是太出事了嗎 我們一點也不信啊 好了陸先生 這是我的名片 你去拿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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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這這可不是我們的樣子啊 我勸你 不要忘了這個成本 哇哈哈 路面啊 我是真沒想到 你現在居然混得這麼好 我一個四十多 千目死啦 你們剛才 現在仲然混的這麼好 这两个人 现在 什么呀 我要知道你 你可想那里边自动才是这个 我就不说你电话 行李在这儿听你声声 我再拍一遍 我也想过去你的路面 刚刚是我原来的事态山 我也说过我其中一个员工 一步已经是我领导 你也有记住 不要去言故事点 上初中那儿吧 我就说你没看错 老大了肯定会有出息 你连高中都没少 多不起阳暴 你别所有人都混个好 老师 你刚才 我刚才的事 是别了个不信 你知道吗 路明都怪我 今天我不敢要你来的 让你受委屈了 下次 下次我主动请你 你个软犯男 最近用我什么手段 你或者林总和林总 你会把你招待 我这就在我眼里 就是个畜生丝 一辈子的穷妖丝 赵哥 别看你现在疯狂无限 我明若细和你悟 快 你就会被打过眼前 我到时候再看你 就是 等到守护路大人回来 到时候 你就还是只是个开车租的军小 哦对了 你会被打破眼前 我到时候再看你 等到守护路大人回来 跟陸大人一起 等著迎接他的幕 各位 今天我們因為這個臭傻逼啊 心情都不好這樣 隨我去頂層的至尊吧 我們再吃一口 頂層至尊博房 那可不是有錢救人進的 你確定能帶我們進去啊 對了忘了告訴大家了 咱們的孫少的父親呢 就是五星級酒店的經理 他有無數種辦法 能帶你們進去 啊 孫少的爸爸是五星級酒店的經理啊 那年薪不得過幾千萬 何止千萬 這座金牌酒店 市值七億 光於您的利潤還有五百億 酒店經理的收入 你跟你們說 還行吧 將什麼分紅亂七八糟的 一年也就十幾億 是十幾億啊 孫少爸爸有權有權 再加上孫少資深比較努力 一年下來他們家也就 幾個低寶 可比某些吃軟飯呢 請多哦 好好好 還上松少有文事啊 哈哈哈哈 這麼說 那你也就是個吃軟飯了呀 沒有多點 就是啊他這種人 你們的女人抱養什麼都不是 你們這些人還真是不讓你 說個鬼眼看人爹 是都是強偷跑女生的 必要不說你是特製私人 人際關係都搞得 這樣吧 你要是實在想進這製作外皮包房 你就跪下來給我叫爸爸 你爸爸我呢去找你的爺爺 就是這位窮店的經理 然後再不接瓢了嗎 是嗎 啊 什麼咋老子 我爸在這兒得欺負欺負他一句話就 到你 好啊 你現在就打電話把他叫過來 一看他趕固他 喂啊 我在你的酒店邊 快過來 怎麼怕 怕 他有什麼手段 你讓我 要不跟你說 精彩套 沒有點狠 怎麼可能 成為唯一一個 你打我 你能罵我啊 我是不是都打你 你只是見 你打這個東西好不好 是個個呢 他怎麼樣 請問我是一軍選 訴訟道歉 是女人 你倆告的是行李 惹誰不好 不要惹尊手 你這不是 把自己往火箭裡追嗎 育鳴 你還是道歉吧 上面的精神大酒店 可不得咱 我呀 現在道歉 喘了 啊 你來了 就這小子就他 就他 那個混蛋 打我兒子 我站出來 是我 陸陸陸先生 這這怎麼像您呢 什麼 啊 他有時候開出租車 你給他下一個 你壞大東西 誰讓你的陸先生的 叔叔你是不是搞不出來 他就是個臭司機 你怕他幹什麼呀 去呀 壞女人 就是你一天給我兒子 要不著急 我們怎麼可能得對陸先生呢 嘿嘿陸先生 我們教訓過他們了 您就 高台貴手 大人不僅小人過 放 兒子 那我要是非要 沒有 你 我 你 跪下 快點路線走 剛剛路線給別的你回事 你這下手滾 從今天開始 這個酒店經理 你就別擋啊 啊 陸明 怎麼買下了這個金海大酒店呀 咱們相親的時候 然後是我說話不注意 我現在道歉來個幾步 我 現在才不適合保護誰 其實啊 我是救了這個酒店經理一命 然後今天他知道我讀學會 特意讓我來當一天的酒店老闆 真的假的 哎 當然是真的 不然就像你說的 我一個小小的速通車司機 怎麼可能當得了 上市集團的 你個臭屌司 我就說你在騙我們吧 但是我自己也要看 你不想去 你esa 我心裡不想去 我心裡不想去 我說梅董不想去 你不想去 甚至是那紅包 根本來被給你 你被弟弟叫我老婆也就算了 待會兒當著我李佳人的面 別整個東西 好嘞 好 你這 跟我說你不聽呢 走啦 姐 姐姐你終於把姐夫帶過來了 裝著爸媽的妙啊 別想叫我 我就知道怕什麼 有姐夫在還有什麼事情解釋 媽 哎呀 你這廢 也配娶我女兒媽 這麼多手打人啊 你還敢認識他 你和他傘子那事情 我和你爸 還沒一手跟你拼著 媽 這還有這麼多人呢 別讓姐夫出頭 你這廢物從老是往外換 你再這樣 你會把你姐害死 我就覺得姐夫挺好的呀 挺優秀的啊 優秀 優秀去當一個出租車司機 這就是你說的優秀 我已經查過這個廢物的所有資料 一個初中畢業的小公 找不到工作了 才去當了一個突兀科司機 家裡還有一個廣集員媽媽 還有一個 服務員姐姐 你最貼貼的單親家庭 怎麼能夠配得上你姐 莫阿姨 說的對 這小子呀 就是一個徹頭徹尾只會哄女 和開心的家 以李小姐這樣的身份 可千萬別讓賴蛤蟆 扯得不住 對呀阿姨 這臭屌絲啊 像了二十多個女孩都沒相過呢 最後呀只有李小姐跟他結婚 最豐敏啊李小姐被騙了 怎麼又是你們兩個呀 我姐夫要是奶蛤蟆 那你們倆就是臭 哎 我和你媽平時怎麼教你呢 你怎麼一張口就是髒字啊 你不要學會尊重別人 我媽平時就這樣 我叫你說他 木婉 我知道你不想每次婚 可是你也不能為了應付我們 嫁給一個小婆婆吧 你這不是把自己給毀了嗎 媽 行了 別說了 我不管你當初是怎麼騙到我女兒的 但是身為她的母親 與你們兩個人的婚事 我不同意 現在立刻 馬上去給我離婚 太對了阿姨 像這種啊 從平民撲出來的賤民 怎麼高攀咱們家呢 趕緊給他趕出去啊 趕緊從我們這兒滾出去 我們讓我歡迎你 阿姨 你這樣說話 你們也太高了在說 你這賤民 你覺得你配得上我們家木吧 我不想跟你做廢話 趕緊給我從這裡滾出去 別問 那我要說不呢 哈哈哈 你有資格說不嗎 你看看我們理解 每一個請到的 哪一個不是身家過百萬 過千萬 你一個 初中學歷的小小的出租車司機 人家隨便 買底下襯衫的錢 都比你一輩子開車這個錢多 阿姨 我覺得你說的真的是太贅了 哎你說我有時候也好奇 這路名啊 怎麼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啊 你說像他們這種開出租啊 那都是生活的低層人 為了生活而奔波的 你說怎麼有勇氣 來這麼高檔的宴會啊 要這樣吧 你跪下來學兩層哭跳 我可以賞你兩個鼓動 讓你嘗嘗先 你們兩個還不快滾 呀 讓人說都事實了 你的自尊心怎麼那麼重呀哎呦 哎 你們這種窮苦人呢 面對這種事情 無能為力的時候 一天才是爹的 沒想到 你還敢當我 一個狗眼看人體的見證 哪你又如何 既然是臨時集團的總裁林若希 你想的吧 您家既然也會派人 讓三家死隊的收野 對 他們跟木板集團的李總是個死隊 怎麼也不好說 林小野你好 我叫孫劍 那個剛剛沒有來得及介紹我自己 家父呢是家酒店的親女 林小姐 我们李家的寿宴 你来干什么 你们李家把珍珠当成废石头 不懂得珍惜 既然你们不知道珍惜 那我自然要珍惜 陆先生 你既然在李家这么不受待见 不如跟李沐婉离婚 和我先 林洛西 有人要跟姐姐抢男人 起来打起来 再好打起来 没有好气看了 既然林小姐看上了这个废物 那就把这晦气的东西带走吧 王一说的对 加油我这个女士就 至于像这种初衷时 一无是处的拉筋 就麻烦林小姐 对你的声音 先生 你可终于来了 王一啊 让你就等 之所以来这么晚 是为了给你准备 不介意不介意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来吃顿饭 还准备礼物 太见外了 对不起 今天是王一五十大寿 我身为李家未来女婿 当然要准备分大 我谢家 送上世界水库 陆大人回归宴 邀请盘十张 地顶豪宅十套 以及 九十九克拉钻戒一枚 祝王一 风如东海 寿笔来山 我的天哪 朱大人的合归交手 在外面可是给成了两厘一张 这卸手一下拿出来十张 真是大手笔 过了一套 好担 就价值六千万 再加上那九十九克拉的钻戒 这套寿笔 起码价值二十一 八十一 这是多大的手笔啊 人家谢少 可是金城帝都谢家的 唯一集成人 就不差钱 看来 不用等到陆大人回归了 就必谢少这个手笔 李莫婉很快就会把那个废物损掉 怎么的 我看谁能招出这小子 到时候我要把我说的去 不说话 不然今天是王一的生日 同时 我也想让今天成为我们的军事 你愿意嫁给我 不断不愿意 别听他胡说 邂逅我们木板一百个愿意 我这就让他跟那个废物离婚 离完婚 你们马上就可以去领政 哎 我说丈母娘 你这 也太不尊重我了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卸家 用得着 这么第三下子的套 听你这么说 还瞧不上人家谢家 你知道谢家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吗 谢家 稍微一出手 就能让我们 木板集团 登上世界五百强企业 你懂吗你 我不懂 但是我老公不想家 谁也想 你一个运入六千块的网约车司机 你有什么高的谢家 区区一个谢家 你信不信我分分钟 让你谢家 从这个世界消失啊 喂 孙伯 三分钟时间 你要让谢家破车 你是要笑死老子 你一个破出租车司机 要是能打个电话 让我信 老子就能一个电话 让首付给老子就想吹牛 吹牛谁不会啊 谢上 您有所不知 刚刚这个废物 还说要把金海大酒店买下来 您说 可笑不可笑啊 我 他还不是第一次吹牛 你刚才说 三分钟让我谢 好 老子就陪你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若是我谢家豪涛 你 你立马不认为这种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为什么 给老子讲这道具 听明白了吗 谢家本身叫贺车 你还敢在这跟我打赌 你真不怕你家老爷子知道了 谢上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这你还不知道 谢上这种从次的人 要是跟他拿起来 这不掉档次吗 不明 你一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 跟谢少的身份地位相差多大 你心里不清楚吗 还敢这么跟谢少说话 赶紧替谢少的 约下道个歉 这件事就过去了 什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成功 但是 这心切的 是精神到 别说说话 就算是整个人家提进所有 却没有办法帮你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真的被谢家赶出去了 你会像其他人一样 好情话 你会有什么样 这不是什么时候 我只需要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家的好 等会 我明白了 既然你选择跟我结婚 那我就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 请 你说大话之前 能不能考虑清楚 自己也没有这样 不然凭你一个初中文凭的见点 说任何话 不会让你想到他 刚好 三分钟时间 我谢主 依然是精神四大 而你 还是一个破天赋车的东西 对象女孩 你可 做了什么 就凭你一个穷鬼 你也想藏高真 做你的白日梦去 喂吧 你是个混账东西 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整个谢家的产业被人连根巴士 说是你得罪了人 老天子因为你 要上街乞讨了 不可能 你 你这个司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我谢家 快说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什么 谢家破产了 你醒了 我这么说 你果然不解 我就知道吗 对我姐不在 另外什么事情 哎 你说这个骆驼 你凭什么一个电话 就能够谢家告白 先生 这露营不会是 不会 这小子玄乎的很 为什么每次装的笔笔不实现 他不会什么大人物吧 不会的 我调查过他的资料 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名的小子 根本没有任何背景 不然我总得请他 你这怎么办 我吓一吓 好 我知道啊 我告诉你 你们谢家在我眼里一分不止 我随手就可以念 下辈子 别再瞎了眼 抢我 你 赶紧滚 赶紧滚 你 我 你看 这 在你眼中示弱神明的谢家 我认识 你还要叫女儿 叫她 你一个初中毕业 没有背景 没有全市的租租车司机 一个电话 就能让谢家破产 我怎么始终不能相信呢 事实都已经摆在你们眼前 你不过是虾猫不离死 你以为谢家的破产真的跟你有关系 喂 犯主义乱事话不了瞎说 你平时认为谢家破产跟我姐夫没有任何关系 李小姐 你还没有进入社会我对你分辨 你被这种伶牙利指的骗我也很尊重 嗯 我觉得在哪 你还欠考虑 你可能忘记那件事情 什么事 昨天 在金凯明龙公废上世界史的木坛 给李小姐可是送了百亿的家 还有一份价值千亿的 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 在她的回馈院上是要问你 而这个时候 谢家的谢少来提起 这不是小木坛 这明显的往枪走不上 哦 我知道了 所以谢家之所以破产 是因为陆大人被挖盘表了 哦 原来陆大人 你莫晚送个聘礼 莫晚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是不是你派人封锁了消息 不然我怎么会不知道 妈 可是我跟陆明已经结婚了 我们 你这丫头 疯了吗 陆大人是什么样的人 那不是 不算上万亿的大 还光是在华坡 几乎几十万亿的自己 在海外更是资产无数 这样的大人能看上你 那是我们李家的狐狸呀 你一天时间 马上和这个窩囊费离棍 王爷 你十句话里面有九句话都在骂我 我也辛苦 你就不怕 我是你口中所谓的那个 陆大人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 各位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骗子吓 他家里有什么人 我一清二楚 我们两个呀 还是他妈错误我们俩相亲认识的 他家里 穷得连学都年轻 还首富陆大人呢 哦对 是首富 负债的负吗 哈哈哈哈 这个小子呀 不过卸下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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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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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人曹擬河童 這句才會 沒問題 河童稍後送到 我們回過宴上就分享 陸先生 你們的私事我就不瞎晃了 先走了 媽 怎麼不和我們商量一下就大人了 這萬一輸了怎麼辦呀 這個群體 怎麼可能比謝哨的地位還高 這怎麼可能 他們林家跟我們林家是多年的死敵 趁這個機會 能夠打垮他們離世集團 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 可是沒有什麼可視 無論如何在陸大人回歸之前 你一定要和這個窮鬼離婚 聽見了沒有領悟完 這大門副總 也太累了吧 你現在聽不到我這一天的故事 你以為大人真的不 這是公司的項目我們需要的 事情 先放在這兒 看我的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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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既然我媽已經答應我和第三天 那就幫你的 收費 你以後 你這樣 你今天用信念去 那我先試試看 我也沒有 就讓那個 我也不要 我很怕 你不怕 我先看你 你不要 就這樣 你放電話 我先看你的 ,你先看你 知道了 我先看你 你現在 我先看你 我先看你 你去 還有 我先看你 华国商会召集所有精彩的商人紧急开会 我现在得赶紧过去一趟 这怎么回事啊 华国股市被人费攻击 瞬间攻击 上千万亿的资产消失不见 现在有很多人面临着破绳 包括我们 这怎么可能 真的 他怎么会来参加我们华国的生命 这不是什么情况啊 李总你可算来了 李总来您所长 李总我们华国能不能冲破股票危机 就看你们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7月 情况很严重 这我国人还是最猛一久 直接动用数万一资金还要门华国 是 梦外山下 我们有减 山本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想要你们华国所有上市的物资的 30% 他妈的 30% 你还不如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手里最多股份也才30% 这跟直接把公司送给你有什么区别 让我把公司送给一个屋 门都 只要你们愿意清除最多股份 我呢 就立刻停止对你们华国股市的谈谈 要不然 过不了多久 你们华国股市 就会即将崩盘 推出历史的股份 你们是愿意损失一点股份 还是愿意 损失 我们上市公司所有退市 自己 好好想一想 劝你不要太够张了 林总 林总 现在能救花贵故事的 我听说你们 这样两位老总 你们都是身价上千亿的 这次的危机 就靠你们了 各位 你们还是不太感兴趣了 这次我联合多国 动用了上万 就靠这两个女人行 这次我联系 联系就是白 一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这能 目前我们木碗集团 接停在面板上的资金是两个 我现在拿出十个亿开始拉伸 你们所有人的资金 要跟我同时进入 357 468580开始买入 377268买入 357买入 394买入 918买入 现在直面跌停了 大盆开始涨了 我明天出手 我明天出手 哎 就这么 有个平头的 马上给我等你们准备了 我已经不心 为了滑鼓都是和狠在在身上 让他 人员的伴伴 什么 就别 我还动了所有资金 咱们真的没救了 给我偷用所有的资金 让泡掉全部地价泡掉 为了呀 把你管他本结我 这次我活出去 什么 你我投多少 当然是强务 老子送给我二八 老子豁出去了 怎么会这样 突然出路的资金太庞大了 国民们纷纷都不敢跟头 但靠我们根本拉不上去 华国多少年了 只要让人一打压就暴跌 年了还是这个鸟羊 刚刚我就说 我们这次都弄了数万亿的资金 想想你们股市崩盘的事 这次没有数万亿的资金 你们是全部上去的 在你们华国 有一句话话话 是数字的 只要你们现在 我马上停止在你们的股市 不错 你们就先真正看起来 华国股市 哈哈哈哈 你怎么不过人 你要高兴的太早了 两位老子 还能不能把这个资金再拉高一点 你没办法 要不 你们还是让出那百分之三十的 别到最后公司的 将公司同手让给卖人 然后 继续当作作 嘿嘿 熊鬼 你懂什么是股票吗 不懂呀 你少废话 我记得你 你上次让我 很难看啊 上次可以 这次 你应该只会使用文力的资金 也被担着这么多 现在 我受害我感到 我不仅要到百分之三十万 还要让这个资金 给我下费的钱 我得 我继续 其他将 真想 怎么 那么 现在 是你们要求有的 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要求 听见了没有啊 你真是要害死我们这个华国 山本先生都说了 你还不赶快跪下来道歉 就是 我们华国古城 因为你儿童话 你就是最 我发现你们两个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当外国人的走狗 那既然你们这么想好好跪舔他的话 不如你们两个过来过来给他做的事 你可别乱说呀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华国 你要是把山本先生惹怒了 这后果也强大了 他根本就不懂股票 损伤 你也不用跟他废的的话 他要是不贵 咱们就放进 逼他 理由就是 破坏国际团结 破坏国际团结 外国人打压自己国家的股市里能够团结起来 我说了这股票要找回去得十万亿 你知道十万亿是什么概念吗 诺铁 你别在这儿胡闹 那可是十万亿 我知道你很厉害 可是 这十万亿谁能拿得出来啊 十万亿 你一年挣十万 十万亿 你得就一一年 现在知道什么概念了吗 感觉是我 我刚刚已经打开了全球机会 待会儿 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看 你们华国人 是如何 为我个人 才在江山 十万亿而已 青霍霍霍 把我海外的十万亿资产 立刻转到我华国的仗位置 你想让全世界的人看你丢掉 啊 十万亿 福布斯福华国 让所有人的资产加钱都没 这你的毛病还是没干 哎 这是谁找来的呢 哎 才美女面前装逼 这下就没什么理由 陆明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还嫌不过丢人吗 山本开的可是全球直播 你当着这么多人那面夸下黑口 丢的不是你自己的脸 是整个华国人的脸 不 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 你就觉得我是在水流 大哥 你要不要看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大话 十万亿 整个世界 那有谁想拿出那么多钱啊 大家 快来看 就是这个 刚才说要拿出十万亿 来拯救华国即将崩盘的故事 哈哈哈 这真是我二十一世纪来听到过 最好笑的笑 小子 你现在就让就大话 害得我华国而送人跟你一块 我就不懂了 你就这么爱说大话吗 你就没有点收拾心吗 各位 还有最后十秒钟的时间 将会有十万亿的自己 进华国公司 大家快来看 进华国 哪个快点可以 不也能 三 二 你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 坤哥 找出了找出了 这人 这人 什么 千古赏庭 大哥 小子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选什么换兆 来不了 你还是看看你们国家自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不计 你 你 你 选个不是 而你别分手不起 快快看 把五官一收回来 不是一贴代价 让股市混乱 他们自己的股市好像也跌停了 可是 他们的股市一直都很健康 怎么会突然分盘呢 难道是有巨额资金的流露 对他们的股市进行了打压 华国股市的千古涨停 以及卧国股市的崩盘 这一切 都已经对 我说是我的 我相信 这小子 又开始做了 各位 大家小心一点 不要被这个运气好的小子给骗了 你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华国股市遭到外国五万里资金为奖 最后 是世界首富出手相助 对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世界首富他是华国人 他看不惯这些外国老卫叫我们华国的 所以他出手相助 跟你小子没有半点关系 除非 你小子是传说中的陆大人 他怎么可能是陆 这不开玩笑啊 他要是陆大人 怎么可能就这样的气 等等 什么的好不口气 你来的 什么 什么 现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由于欧国股市遭遇巨额资金 加无数外资分分不逃 专家科技 华国股市将一百年 与一切所谓得了 我的天 这得多少资金啊 竟然撼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 是说陆大人只有两万亿的身价吗 可是这一波操作 最起码要十几万亿啊 你们懂什么呀 花锅的资产 只占陆大人总资产的百分之一 陆大人的资产 那可是遍布全球啊 有商业大牢预测 陆大人所有的资产加起来 可怕达到百万亿啊 什么 百万亿 那可是真正业上不可地步 我终于明白你这么重犯陆大人的原因了 你那些薪金就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 还一六年 现在你们还相信这小子是五百人吗 一百万亿 你看他这不穷方样 他像是有一百万亿的人吗 他要是录的 从一个倒过来 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这些话 因为他知道自己暴露了 不敢说话 你是个人 不说是个话 大概你都不行 既然华国的股市会已经解决了 你们想知道我是不是陆大人 今晚我违归夜深 那要不 等弟弟介绍 这样 咱们这个月的房间就能搞落 你弟弟的冰激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跟人家姑娘结婚 自己挣的钱都要上座 你够花 再不就别给他压力了啊 这 不要放到先生她找不过 这位的王宗教 不教的话 就给我补骨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田 你就还先聊天好不好 不交钱的话 立马坤 我也是很同情 晚上呢 讓他 陪我去吃個飯喝個酒 我呀我把這個房子給你添了 走吧 不可能 你要是點胖胞女兒 我就給你拼命 行 我呀就再給你一天的事 不要再交過來錢 都給我滾 媽 怎麼辦 我 我 是 媽媽在臨時 媽 我要開車 全面戒指你拿著 這戒指是我在青龍大廈買的 一家高利貸公司有我的預留信息 集中錢的時候可以抵押 拿他弄一些資金出來 好的 兒子 我知道了 你出去以後呀 對人家姑娘好一點 也要照顧好自己啊 知道了吧 你也照顧好自己 我走了 我走了 我有辦法了 我帶我出去一下 你好律師 請問您需要辦了什麼業務 我想用這枚戒指做抵押 貸款取點錢 那麻煩您身份證處理一下 她們去帳 你這裡不開 那你去帳 你怎麼說 你沒能力 soy 我 要 得了吧 剪的就剪的 狡辨什么呀 哎行了赶紧起来吧 当过去起 哎老太婆 我看你这个戒指还挺好看 要不是这 我给你找200块钱 你把这戒指卖给你 帮好你的开车钱 那不能卖 这是我儿子的 我只做抵押 我这钱我迟早会捆的 那看了那机器没 那是我们做高利贷的 专门用来辨别抵押物品的真假的 你把它放在那 变别的下就知道了 哦 一个特戒指 什么搞 叫你那个情鬼儿子 也就花700块钱买 是吧 还真当什么狗 这是个小 警报警报 资金被抽空 请及时补充 请及时补充 那小狼你搞什么呀 你害得我都取不了钱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把戒指放在上面 他的警报就响了 这种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这就是咨询我们老大 咨询什么咨询呢 肯定是这个相伴老 想要偷钱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才把警报搞小的 赶紧把它抓起来啊 你别胡说 我只是在取钱 抢了钱还想跑是吧 果然呐 有什么样 儿子就有什么样 妈跟你儿子一个德行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将来把他控制住 来人 谁说罢了警报 赶紧抢这的钱 等着把老警坐穿吧 就是他 赶紧把他抓起来 啊 这位女士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最不要 暂时没预留 那么多现金 下次您需要 可以提前说吗 什么 现在的高利贷公司 都这么穷吗 这点钱都取不出来 女士 要不 您先跟我去 贵宾室休息一会 我们给您凑一点钱 我这怎么着急用钱呢 您具体需要多少数字 两千 两千吗 我只用两千块 我现在只需要两千块 两千块 怎么 这戒指不值两千块吗 我儿子明明说 这戒指很值钱的 您儿子呀 要不 现在他打电话 不不不不不 杜女士 这点小事就不配麻烦陆先生了 两千块我们还是有的 发什么的 取钱去 好的老大 走走走 哎哎哎哎 杜女士 以后有空 常来我们这里坐啊 哎白白洞女士慢走啊 常来常来 你刚刚 没得罪那个女士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老大 那可是至尊神界的持有者 全球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全球首次 弄的 万亿身价 背上黑卡不是陆明的吗 难道他 捡了陆大人的卡 陆明啊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去陪人家姑娘 妈 以后呀 咱们就 不住在这 不住这住呢 妈 弟弟说他赚了很多钱 要带我们去买房子呢 就别逗我开心了 那京凯市里一套房子呀 要几百万的 你弟弟他哪里买得起 妈 一会啊 我带你去的地 去哪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 你好 我们来看房子吧 大姐 像他这样的房子 看你就是熊人 那也看不看房子呀 垂子就是浪费时间 是哦 那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 都是五百万 看房子需要验证 我们只是来看房子 也需要验证 当然是需要验证 毕竟 我们不能让某些穷人 对怎么有什么东西 对呀 对于我们来说 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那个 不好意思呀 王姐他可能比较忙 要不我带你们看房间吧 好 他们就是有团鬼 带来他们看房有什么用吗 他们买得起吗 怎么这么贵气 走到哪都能碰到他们一家子 这句话不应该我跟你说吗 你跟这一家 你还能买这个故事 还想来这买书买的 我真庆幸啊 当初相亲的时候 没客上你 跟了孙上 不然 我今天怎么有机会 来买这里呢 你还说没考虑 那我套房吧 好的好的 这位先生请跟我来吧 我带你看我们这团最好的套房 哎 你说这样 我们要套房 以前路约艺斯又不好的 他们一来就都忘了一句 那我记得了 你去接 准什么 就准你们这个情酸上 人家能看不上你呢 他们这个样子 人家不赶紧出去 就算很有礼貌了 他在这叫 你不来成熟啊 这一个保险员 一个服务员 外加一个 服务 你们这一年纪工资 不够服务 职业哪有什么高级贵贱 你们不也是操着贵贱和讨好别人 比我们好不到 就拉倒 孙少马上就要向我女儿求婚了 就要成为我们家的女婿了哼 孙少说了这些房子呀 这这儿送 你能吗 有 幸亏 要不然 我谢谢你 你能不能给老子 不值得 好的 我这就叫保安 保安 你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穷人啊 就该去穷人该去的这个 他们明想了我们客户的心情 我们是客户之上 当然要把他们改出去 保安 把电脱脱丢 就要把谁放过来 行走 小小的房产长也敢动过的人 你们是不想再集团过了吧 二位大老板 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 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跟他这么说 姐 注意点形象 我看有的人是心乱了 在这里口口嘴言了 听我戏 你给我鼻子 还有 你来干嘛 当然是听说陆先生要买房 过来帮他看一看 这人到底是谁生的 竟然能让金海 生的最高的两万 都一走 谁还当风吃醋 对我刚刚还看不起他 完了完了 这下工作保不住了 中间这一栋 学药 帮我做的 好 是拿狠狠 什么情况 假如同学吗 还能什么情况呀 别犯了 是 那里的楼盘 我全要 名字 谢谢 李总 这些房产 价值已不上1了 很去样吗 成交后你有百万 提出 怎么 不愿意 我愿意的 那个 李总您早 他就是刚来的实习生 没有经验 为了病别出插座 我来帮你拼愿吧 你不想看 有什麼了不起 不就是個吃晚飯呢 那我聽說 他們還做得不錯 你給我也介紹一個人 真害羞 這筋骨子聽什麼亂呢 這兩位啊 可是咱們今天很大用的 你說話就是他客氣的人 肯定比你大甩臉死了啊 我罵的呀都是些勢力 總得把脾氣撒在對我好 但簡直挺誇張的 才考慮好 老婆 你招待什麼 不明 我沒理過 也是不明 沒有給你價值 所以要考慮 這段時間 我也帶您體驗了一下上流社會的生活 再加上我給你買的這棟樓 也不夠了 是咱們不開心嗎 你們終究是兩個事情 我追求的是像陸大人那樣的偏差 而不是一個已遇到什麼問題 只顧照我解決 既然是真心 會的事嗎 這些話雖然挺難聽 但只有這樣 才能讓你放下這段不該存在的感情 這樣對你也好 神 我們終究就靠近起來 看到了 這就是吃軟飯的夏天 只要你們沒什麼用 他就會被一腳踢開 我看這個廢物沒了靠山 以後拿什麼在乎 孫少 你想多了 像他這種底層階級的窮人 怎麼還有機會到咱們見面 確實 真的嗎 我總是在乎 不相信 在乎 於是 你自然 你移除了 可以 我給你們 你自己 你自己 我自己 我保持 所以我選擇 我自己不選擇 我沒有別不說好了好了 人家是千億女總臣 高攀得上啦 今天啊咱們家人都在來喝個酒 讓我們所有的煩惱都忘掉 乾杯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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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儿子 我逃有点晕 先回房间了 慢点儿子 你怎么来了 我 我主张在这波的最无法是 我 不过 这 我想想的 我可是姐弟 又没有学 你把这 都没有 没曾看到你跟别的女人特别亲近的时候 就和这里把好男人说 随时我想在这 虽然在冰糖卸上家里已经破产了 但是他本人也有着不舍的资产 人又有能力 听妈的话 所以跟他相处看看 妈 我这才刚刚路鸣离婚 你就别着我家给谢嫂 就为了一张回归宴的至尊邀请函吗 你懂什么 我们李家 现在处境十分恶劣 只有拿到心上手中的那张至尊邀请函 我们才能跟陆大人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才能跟陆大人搭上话呀 妈 陆大人不是跟姐姐求婚过吗 想跟他搭上话 应该不需要这种邀请函吧 之前呀 陆大人凭你一体之力 打工了全球的股市 让我们华国的股市 成了大牛市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豪能前进 排着队追成陆大人 都不知道排了几条街了 人家陆大人现在 还不知道能不能看上我们呢 是啊 不管能跟陆大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 那可是不多呀 何况给线上做几朋友 你不擦呀 李叔叔说的对 这张至尊邀请函 之前有人出嫁十一五中 现在拿来讨你关心 你还觉得不够呢 我不愿意的 谁逼你 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强呀 妈 妈 就为了一张能和世界 车夫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机会 你就要帮我卖给谢家吗 身为李家的人 为李家的利益做出点牺牲 这又犯什么呢 王一说的对 等莫婉拿上我 这张具是什么 不知道是一张事实要怎么办 你还会说大话 我呢 陆明你不说什么呢 你个废物 成了会说大话 你还会干什么 你个吃软饭的狗 你靠什么呢 看来你们卸下还是不想 那你敢不敢跟我提 狗子 医生 就等我能不能拿到这尊邀请他 还有能不能让你家 坐上靠近路的 你要是输了呢 输了 我就自费商团 并且如忍在你摸摸的这些事 说什么 姐夫 你放心 比我保 他们 不敢来 哎呀你放心 我这不是自询面吧 这一把我赢定了 如果你输了的话 那你就当着所有人们学走 好 我答应 现在就离回归宴 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你要是拿 拿不到质资邀请 让你做东西 各位 我先让走 陆明 你疯了吗 这种逼乎的 你为什么要跟他 你就不知道你还说 他真的会打断你的双腿 把你扔出精彩的 我 我一定可以帮你 一个底层的双腿 你知道至尊腰体 还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李家 全力资产 都拿不到一张 就你 说多大话 又能拿到 本来邪少大义 给我一张腰 这 你这废人一来 就直接把邪少给气扯啊 姐夫 你真的能拿到吗 好 我相信 只要你真的能拿到 双腰 我跟陆明已经离婚了 你就不要一口一个结婚招 况且这至尊邀请函 我李家费尽全力都能不动 他怎么能拿到 这样啊 陆明 这里是500 你拿着他赶紧离开金牌 至少你跟邪少的组约 我来善后 我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就是 今天晚上的回归宴 我给你一个他 我是陆明 回归宴准备好了 我 回来了 我 你 我 你 你 起来吧 陆大人 您的亲生父母听说你要回归 已经在赶往的路上 他们来做什么 你们先进宴会准备 是 在 他们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听说陆大人的父母 未来宴会长亲子 还套小孩几宝 丁凯的这些人都欠一献啊 都在认真梳妆打算了 你儿媳妇 陆明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没事姐 你等我一会儿两会儿 呀你们这一大家呢 走的什么狗学运呢 你既然有幸能来参加录的 我不是说过了 再让我参加 我必定让你承受十倍十个百倍 跟李总离婚后被打回原行了吧 你们这家人怎么不长记性啊 之前预计好还让我李总 现在被踢出后 就叫这个女人去勾搭陆大人 嘿 陆大人什么人 能选媳妇 选你这种服务员 想都别想 他不是高潘陆大人 而是陆大人 带我们的亲子小孩去 哈哈 可好笑吗 什么死定了 我 大家好 想必 大家也知道 我们夫妻二人来的目的 不错 选儿媳妇 老妈就要搞什么 我出了一道题 你们下边的千金 如果能答对的话 那就成为我们路家的儿媳妇了 女儿 咱们家能不能改变命运 今天就看你的了 妈 我又和孙少订婚了 儿媳 你这傻丫头 他能跟路当然比呢 一旦今天你被选上 当场跟他回婚 我看他孙少该怎么说 我跟你们说 这回 你们姐妹俩何得争点气 只要你们姐妹俩 能被路夫人看上 以后你们俩说什么 妈都答应你们 之前你为了不嫁给那个谢少 故意嫁给了那个穷妖丝 妈也就不说什么了 可是这一次 你一定要剩一点心 知道了吗 龙上 妾上 增上 莫名 上来 上来上来 这四位小伙子呀 你们 每个家族如果选中的话 一旦选中 莫了结婚 这位 是京城第二大家族 龙家大上 龙少 增加 两千亿 这位 是小家族的少爷 年薪 也是两个亿 但是 费心向人 是特别的上心 这位 是谢家大上 是谢家大上 虽然 谢家 挺破产 但是 谢家的 人脉广 资源雄好 迟早会 东山再起 而且 谢家本人啊 也特别有能力 特别为 就是一位 普通的小伙子 开出租车赚钱 挺贴孝顺 年收入 只有十万左右 而且本人吃苦耐劳 现在 你们各大家族 可以选女性了 但是 一旦选定 就要履行婚约 不得退婚 姨花 咱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谢什么 得到舒服 那么王家呀 就飞黄腾达了 我 我怎么觉得 这考验 就是考验品行呢 你说 会不会我们选择 作为普通的母营 咱们到底随随 让你少看的电视剧 少一些那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哼 不选择身家几个一的大少爷 去选一个辣蛤蟆呀 我没听说呀 如果选定了 就不能后悔 可能选错了 你们两个 除了陆宁和孙剑 可以从谢少 和龙少里选 我还不要 我要选就选写 很久 然后 你们 小谷 想我 我想吗 我 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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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今天通過我考驗的人是 李慕婉 李慕堯 林若曦 還有蕭茜如 四位小美女 請到後台來 換好婚紗 換好婚紗後 讓我兒子來挑選 舒服了 憑什麼他們四個能通過呀 因為他們都寫的是陸名啊 孫夫人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公平 那你說說看 怎樣才算公平啊 我跟陸名相過親 他的情況我最了解 他相親二十多回都失敗了 一個正常家庭 根本就不可能選陸名 憑什麼選陸名就會通過呀 對 我也 我謝家雖然破綻 但受死的骆驼比馬大 我再怎麼也不比他陸名差吧啊 對 我同意謝嫂子 這陸名啊 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裙光彈 身份被嗡 憑什麼他們會選他 你們 都是這樣認為 蘇夫人 雖然我女兒也通過了 但是 我還想替他們說一句 您這通過條件 也太不合理了 啊 你說 我們不是都已經通過了嗎 拿孟明這求行 作為考核標準 可能嗎 說不定 一會就直接不合格了 陸大人 可是世界上 最大的資本家 不會這樣隨意的 你們 剛才通過了我的考驗 如果 你們同意 馬上就能和我兒子結婚 你們同意嗎 同意 你們兩個丫頭 是要氣死我呀 這個時候當然要說願意呀 蘇夫人 其實 我已經有心上人了 丫頭 你不會想說 對 我喜歡的人就是陸你 我 陸明 雖然你出身貧窮 並且一年也掙不了幾個錢 但是你很孝順 專一 無論我出現什麼事情 你都會幫我擋著 可惜 我媽逼著我跟你離婚了 你個丫頭 你居然大了這麼多人面 像一個窮屌子表白 你讓我們李家的臉 往哪兒放呀 瑤瑤 你姐這樣說也就算了 你可不能跟他一樣啊 姐夫 雖然你沒錢沒背景 但是我覺得你不比他們差 我姐他們要什麼願意嫁給你 我會嫁給你 瑤瑤 你想說什麼 所以 所以你拒絕我兒子的理由呢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就是單純的喜歡陸明 他有責任有擔當 有膽識懂得隱忍 只有這樣的男人才配得上我 那你呢 我一直喜歡陸明 絕不會嫁給其他人 陸明 那現在該你選擇了 說起來 你跟我賭約失敗了 我沒記錯的話 失敗以方自斷雙分 永遠消失啊 啊小子 弄手吧 下不去手 我叫人幫你也行 我試著你打賭 要幫你家拿到製紛藥 可我沒說是什麼時候 你的意思是想耍耍耍耍 你還等什麼 直接廢了他 這小子像我 這老大人也能送他 哎呀 不過是一張小小的至尊邀請函 即便我拿不出來 我也照樣可以贏下這個東西 什麼意思 你們費盡心思的想要拿到至尊邀請函 不就是想坐到陸大人身邊嗎好 我今天給你們這個群 讓你們坐到陸大人身邊 你以為你是誰呀 你想讓我們坐哪桌 我們就坐哪桌呀 我說你這樣說大話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今天陳陸大人的回歸宴 你來的都是大人物 你這麼說不想丟人啊 我記得你之前說過 你說你就是陸大人 老陳陸大人可是死罪 你就等死吧 把這個廢物給我雙腿打斷 讓出去 我看學長 我看你們是居然想測試的 尤其是你 這是陸家的秘書 他出現也就意味著陸大人 馬上要出現了 陸大人終於要來了 他感冒出陸了 他死定了 他叫陸大人可是陸大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是陸大人呢 我 我了 不可能啊 他一個開出陸的臭屌司 怎麼可能是陸大人呢 我之前跟他相親的時候還拒絕了他 我怎麼這麼不長眼呢 先生 看來這場賭約 你輸了 履行承諾吧 自斷聲通 說的 搞垮我瀉了 還想定我瀉了 我管你是不是 聽我聽你子嗎 陸大人陸大人 對不起對不起啊 陸大人 我們錯了 你就饒了我們吧陸大人 陸大人陸大人 我知道錯了 您就原諒我吧 現在這 通知下去 凡是得罪我家族和親人 全部逐出金海 弄死所有人的事 是 兒子 雜事處理完了吧 該處理正事了吧 正事 什麼這車 姑娘們出來吧 我剛才說 我實在想 我實在是 自己的 不然 我把 我實在是 大人陸上 我實在是 那是 有 那是 我實在是 你 我實在是 有 儿子 选一个结婚吧 陆明 我可以给你做饭 像那天晚上一样做好你 陆明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包括我的整个临时集团 陆明 我也可以把慕晚集团交给你 姐夫 你要是愿意娶我的话 我愿意和姐姐一起嫁给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起伺候你吧 我 不全都要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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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